活佗告訴我們 他所說的教話 不是叫我們要聽一聽 然後大家談一談 所以說我們還是一樣要身體力行 事實上每一個慈濟人 都要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我們慈濟中門的 不論在家出家 都是要把他當成 我們是修行人